农历12月16号是台湾传统民俗中的尾牙 在县府大门口以及司机休闲室前 摆放贡品以及鲜花素果等祭品 由副宣长陈振生主持祭拜仪式 带领新闻及行政处长林祈宇与县府的同仁一同碾香祭拜 祈求县府推动县政顺遂 民众平安健康 随后并象征性的点燃金纸 仪式简单庄重 县府在大门口及司机休息室举办尾牙祭拜仪式 由副宣长陈振生带领新闻及行政处长林祈宇 与县府同仁一同碾香祭拜 整副宣长表示 县府配合传统民俗在尾牙当天 以简单的鲜花素果祭拜土地公 诚心祈求县政推动顺利 县府同仁身体健康 司机出勤行车出入平安 乡亲们可加安康 今天是大寒之日 也是我们闽南的一个习俗 为了祈求我们全府的工作伙伴 以及我们县内的国太闽南 红条一顺 所以特别在我们县政府的大门 以及臭库来进行祭拜的仪式 虽然仪式简单 不过我们还是遵循古旅 来遵循相关的一个祭拜仪式 也邀请了我们县府内的同仁 共同在这几个定点做一个祭拜的礼仪式 当然希望这一年都能风调一顺 国太闽南甚至于祈求我们县民 每个家父才很滚滚 那整个身体健康万事都如意 在台湾传统习俗中 农历每个月初二十六 祭拜土地公的仪式称为作牙 二月二号称为头牙 十二月十六号则称为尾牙 十一年之中最后一次祭拜福德镇神 感谢土地公的保佑并且迎接福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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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